雖然距離我們看到谷歌Pixel 7系列上市還有一段時間 但現在相關的洩漏正在往上慢慢出現 那麼具體它們有哪些不同,本影片即將為您揀曉 首先在本月,可扣的洩漏者已經展示了 谷歌Pixel 7和7 Pro的微觀漩圖 圖像可見設計語言相似度和上代非常接近 相機有一定的不同,但硬件變化極大 與之前相比,那些稱Pixel 6設計醜陋的人 這次可能會繼續感到失望 因為它們的微型幾乎沒有多少變化 首先,可以說谷歌Pixel 7看起來很像Pixel 6 它繼續使用直面屏,邊框也更小 還有一個前色的打孔攝像頭 這款手機的三維長寬高尺寸為 由5.6×73.1×8.7-11.44毫米 比去年的手機略短,更窄更薄 然而該消息來源還稱 Pixel 7的屏幕尺寸將在6.2英寸到6.4英寸之間 而上代的Pixel 6的屏幕尺寸為6.4英寸 Google似乎保留了普通機型上的雙攝像頭設計 儘管攝像頭傳感器的佈局看起來與Pixel 6略有不同 但目前還沒有關於相機規格的消息 如果Google繼續保留Pixel 6的5000萬像素主攝像頭 加1200萬像素廣角攝像頭的方案 這也沒有給我們多少驚喜 在其他方面Pixel 7似乎保留了右側的電源和音量按鈕 以及底部的USB-C接口 按照傳統Pixel 7可能也不會有耳機插孔 至於頂級旗艦Pixel 7 Pro 就像去年的旗艦產品一樣 Pixel 7 Pro似乎有一個更大的屏幕 採用曲面屏並還有一個前置的打孔攝像頭 消息原稱顯示屏將達到6.7至6.8英寸 這與Pixel 6 Pro的6.7英寸屏幕大小吻合 顯露消息還顯示 手機尺寸為163mm×76.6×8.7mm 比Pixel 6 Pro略小 雖然略小但不要誤認為機身尺寸小屏幕就小 Pixel 7 Pro仍將是一款大尺寸手機 它可能是邊框收窄了 還發現由於繼續延續上代6 Pro的整體設計 和電源及音量按鈕的位置 使它看起來略顯粗大蹦鎖 相機與Pixel 7的情況一樣 7 Pro似乎有三個後置上頭傳感器 同樣,這些傳感器的佈置方式略有不同 目前還沒有關於相機規格的消息 也是作為參考 6 Pro有一個5000萬像素的主上頭 加1200萬像素的廣角上頭 加一個4800萬像素的長鏡頭 今年新的旗艦可能在此規格上 有略微提升或更強的算法優化 今年Pixel 7系列手機繼續保留突出的相機欄 關於這一變化,有泄密者最近稱 谷歌繼續採用這種設計 是為了相機硬件留下足夠的空間 而之後不需要重新設計或重塑相機欄的尺寸 除了以上之外 谷歌Pixel 7系列第二個洩漏也出現了 這兩款手機可能會配備第二代谷歌Tensor芯片 以及三星製造的新款調製截標器 並且這兩款手機的代號可能是獵豹和黑豹 根據9T15Google爆料網站說法 Pixel 7代號指的是黑豹 而Pro型號對應指的是獵豹 有開發者還在代碼中發現了相關Pixel 7系列的一些信息 其中就發現了全新的處理器,型號為GS201 這也一定是谷歌的第二款定制處理器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代Tensor芯片 應該在今年的第三季度由Pixel 7系列 缺求首發 去年谷歌Pixel 6系列 採用了谷歌字眼的處理器芯片 它基於三星的5nm工藝製成打造 原本用來對標匈奴巴巴芯片 可惜性能和功耗測試中全面翻車 後來有爆料表示,這款處理器不是谷歌重置業 屬於三星淘汰的芯片重新定制打造 藉由Exynos 2200的糟糕表現 谷歌翻車也就變得合情合理 所以說,今年第二代Tensor芯片性能如何 我們也非常期待 此外,谷歌Pixel 7系列 還將出廠預裝安卓13操作系統 這將是業界首款預裝安卓13系統的旗艦手機 至於Android 13的更新變化 它將是再次以隱私安全作為主要的升級目標 其他部分可以忽略補給 可以視作為在原基礎上只是進行了優化 沒有帶來任何顛覆性的新功能 同時提升了應用兼容性的穩定狀態 9月1日